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几乎只能听到我在摸皮革 跟我的针线穿过皮革的声音 在这些地方 大多数看得到的产品都是 第一个是机器制作的 再来就是机器跟手工合并制作的 但是我擅长制作的东西是 我的所有制作过程 是用我的双手来完成 包括裁切笔格 包括板型的制作 包括每一个缝孔 每一个缝线的缝制 都是我亲手完成的 一开始因为台湾没有专门的学校 所以我大多都是自己研究 我用了一个特殊的手法 把这个古董十字架 直接箱在这个皮件里面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 它有很好的手感 那么客人也非常喜欢我 帮他制作的这个长甲 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公馆夜市逛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在卖他自己手工做的皮革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皮革的感觉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非常喜欢皮革包包 或者是皮革的质感 其实奢华相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可以花这么多的时间 在专注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世代 比较难得的 就是你可以真正花时间 专注在你喜爱的事物上 我觉得上的东西有一种 不能加手他人的自律 追求完美的这种职人精神 它其实是有它很独特可贵的地方 因为你参与了设计的过程 所以设计上面有独特性 也会很有趣 我跟我先生就盯制了很多 我们喜欢的皮包 皮夹 还有皮带 还包括我手上的这个装饰 我最喜欢的工具 应该是我的锥子跟皮革刀 锥子就是我在手缝的时候 它每一个孔都需要我用锥子去搓它 然后同时用线去缝它 我会利用皮革刀去控制它的皮革厚度 去把皮革厚度消薄 整个制作过程我最喜欢的就是手缝 那还有就是作品完成的那一刻 我可以感受到它从一个原始的皮革 到我整个制作的过程到最后 那其实每次作品完成的时候 我要交给客人的时候 我都有点舍不得 花了这么多时间 它变成一个我喜欢的完成品 我们下期再见 真正的奢华并不在于是你花了多少钱买了某样东西 而是在这样的快速流转的时代 你真正可以了解到你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把你心里想要的东西 真正的制作出来 这个是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K